星期三是相对忙碌的一天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将会有哪些重要新闻发布吧 首先在早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7月份 德国JFK消费者新兴指数 5月份该指数上涨至10个月高点 而由于此版本尚未包括英国退欧投票的影响 预计将会出现类似的读数 5月份瑞士UBS消费指标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4月份该指数小幅走高 主要受到汽车销售和国内旅游的推动 5月英国抵押贷款许可将会在上午8点30分发布 4月份批准数量下降超过预期 达到了12个月以来的新低 6月份德国CPI出值将会在中午12点钟发布 5月份受益于更高的服务价格 CPI年率回升至0点以上 而在格林尼这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 5月份美国个人收入与支出 4月份支出意外走高 为6年多以来的最强劲增长 而收入也持续稳步增长 下午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5月份美国城屋带完成销售 4月份销售额大幅增长 目前位于10年来的最高水平 晚间10点45分将要发布的是5月份新西兰建筑许可 4月份许可数量回升 抵消了部分上个月9.7%的跌幅 6月份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将会在晚间11.05分发布 5月份该指数上涨两个点 但它仍然停留在复职区域 5月日本工业生产出值将会在晚间11.50分发布 4月份工业产出继续增长 但是增速慢于3月份的3.8%的涨幅 6月新西兰商业信心指数将会在凌晨1点钟发布 5月份信心持续改善 随着该指数达到4个月高点 5月日本新乌开工将会在凌晨5点钟发布 4月份的数据强于预期 获得了近10个月以来的最强增长 我是希罗斯塔斯金娜 以上就是6月29日星期三的经济日历 在下期节目中将会为您带来星期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